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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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盯一幕 首部保持最佳戰鬥狀態 因為機票促銷太便宜 搶購早鳥票 長榮罷工後快閃十日促銷 華航也跟著祭出暑假優惠票 不過早有旅遊計畫的民眾 提前買票 反而買貴了一肚子氣 一般的早鳥票 大概華航大概六七個月 提早六七個月 長榮大概八九個月左右 但是一般都會打到 平日的七折 民眾抱怨兩個月前買了長榮航空 今年十一月 台灣非歐洲豪華經濟艙機票 早鳥價三萬九千塊 但沒想到罷工後促銷價 卻只要三萬兩千元 整整倒虧七千塊 實在很無奈 但這不是唯一案例 看看長榮這回罷工後促銷 以歐美航點為例 台灣非巴黎早鳥含稅 大約兩萬兩千元 而這回大促銷卻只要兩萬元 非倫敦促銷一萬九上下 早鳥票反而貴了三千塊 非洛杉磯價差也大概是兩千元 你到每次換季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連假航空在做促銷 可是呢 你通常看到那個票價 跟你實際上能夠訂到的票價 價差很大 我說他是一個動態的 所以他的這個票價 本來就上上下下欺負 虎航也跟著推促銷 搶先開賣冬季機票 避暑勝地巴拉旺只要七百九十九元 速物一千零九十九元 韓國大邱一千三百九十九元 限期兩天 航空公司罕見推出潮殺機票 有些民眾開心搶到優惠 但對早買民眾來說 沒賺反虧恐怕心裡不是滋味 三雄這管理聽台報道